好 再看下面 經文 丁二 善慎解智 佛倫成就 請看三十二頁 第十七行 分四 物一 善之 邪行 泛濫 好 現在請繼續講 剛才講國王 現在講佛法 佛倫成就 那佛法要利益眾生 中國六族費能大師講一句話 佛法在世間 不理世間絕 意思是說 你要度現在的眾生 當然你就要覺悟現在眾生的問題 跟文化在哪裡 所以同樣的 佛倫要成就 他也要先依國王 治理國家的這種法令 還有各種的教條跟規章做基礎 他才能夠弘扬佛法 請看經文 釋迦牟尼佛對善男子說 如是如來 成就善巧之聖解智 見到世出世間一切的現象 一樣還是有種種的邪的歸屬 邪的見解 邪的心念 總是喜歡去找一些邪的特殊法門 做一些邪的快速行業 所以要小心 正邪你要分清楚 有時因緣他會遭受無量的苦 什麼叫無量苦 第一個被騙 騙財色名時稅 第一個 你一定被騙 第二個 精神會被控制 所以 假如你不管有意無意 不管是你今天聽經之前 或是將來未來你會發聲 假如你不小心進入了邪見 邪行 或邪的惡知識 那你懺悔 拜觀音菩薩 拜地藏菩薩 對方邪師邪神 不會害得了你 昨天我已經講過降頭的問題 我今天就不重複 因為我今天有進度要講完它 所以 如來見以 朔朔召集於大眾前 大眾前說什麼呢 請看 請看 物二 術正見隨法行 所以八正道講 正見第一 正見真的很重要 一起 請看經文 一起 這個 如來 朔朔召集所有的眾生 就會先以過去諸佛世尊 它是依三寶佛法身三寶的種性 按照因果葉報的道理 還有重六度波羅蜜的因 再按照修瑜伽所依的因 還有戒定會三種利於等因果的法則 教導眾生 可是在這教導眾生當中 你會發現有些眾生接受 它有善根 可是有些眾生就不接受 有些眾生還是會跟佛變的 甚至挑戰佛陀的 舉一個例子 最有名的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在法華經裡面 他深深深深深也送法華經 可是他深深深深破壞釋迦牟尼佛 這很有趣 我們大家說法華經功德很大 我曾經問過一個老和尚 已經往生 他送了三十多年妙法蓮華經 幾乎都很熟 也講法華經 我依他的建議 在石頭山閉關了二十一天念法華經 念完以後 出去第一個問題就問他 為什麼提伯達多深深深深深念法華經 他還讀阿比地獄啊 不是法華經功德力很大嗎 對不對 能快速成就無上佛道 為什麼提伯達多深深深深深深念法華經 他還是讀地獄啊 那可見呢 法華經的功德力 並沒有轉動他自己內心無量的貪嗔痴啊 我突然這樣問的時候 那個老和尚 牙口無言 他說這個問題很好 我說對 我問你之前我去查過諸解 沒有人這麼講 老和尚 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後來靜了一下跟我講說 那是因為法的力量雖然很強 可他心中貪嗔痴的業的力量啊 大過於法 第二個 他對於佛陀有多深多劫 那些嫉妒的稱恨心 這種嫉妒跟稱恨的煩惱 他總是看不順眼佛陀成為深團的領導者 所以迪伯達多就分裂深團 的確 深團被迪伯達多破壞過 有的確有很多出家人呢 就被他騙了 最後就分裂了 分裂一直到佛在什麼 到在東印度 林舊山 釋迦牟尼佛講大般若經的時候呢 因為般若經的功德 這些佛弟子在懺悔再回生團 所以你看佛在世的時候 生團都分裂 那何況我們現在呢 所以我要說的意思是說 雖然你修的都是最殊勝最殊勝的 不管是大秤 金剛秤 或無量特殊的法門 很多年有動過來就問我 師父 這個法門好不好 一切秘密圖來陀羅尼心中 當然好 但是你不用修這個吧 為什麼 我的建議是你連一個普賢行願面都修不好 你總是很貪嘛 接下來明天又看另外一個 做更好 其實你對某一個 每一個佛法 你都沒有信心 其他的法門都是釋迦牟尼佛說過的 但是留給其他有緣人吧 對不對 所以 法華經雖然很殊勝 可是若你心中生起了顛倒邪見的時候 法的功德力敵不過你的業力的時候 你還是要受苦的 接下來再看 開示誤入 開悟視現 慶勸戒樂 一切的眾會讓他解多 所以能夠改變他錯誤的顛倒見 而建立正知正見 那這裡的正知正見 簡單的講 就符合三法印的才是正知正見 接下來 安置一切的眾生在從哪裡修呢 五戒十善 所以我還是真誠的建議各位 蓮友 你應該從十善業道經開始學起 請你也上網 商業經社 我講過十善業道經在印度 新西亞 八丹島 十善業道經是所有的佛弟子都應該學的 它是基礎 接下來按照每個人不同的根性 請看經文 正知就道 共諸有情 碩碩同修 一起同修 法隨法行 請把法隨法行畫起來 很有趣的是 法隨法行這四個字在阿含經很重要 可是在大乘經論的 地藏十輪經的十輪品裡面 這個字常常出現 法隨法行 所以大乘佛法也要有小乘佛法的基礎 兩個並不衝突的 而且你要用善巧方便引導一切眾生 起碼要相信因果 葉報等基本的教法 這樣你才會有正知正見 請看三十三頁 為諸有情 四眾和合 同修一切 殊勝善行 你看 又看到和和 所以佛苦口婆心都勸我們 這裡的講四眾是講在家出家 然後在家出家裡面 再分男眾跟女眾 就變四眾 當然後來有些經論 有坑為七眾弟子 那是分的比較詳細 其實道理是殊途同歸的 他說為了一切友情 四眾或七眾應該和和 同修一切的殊勝善行 甚至呢 而且要共同的遊戲 然後呢 先從哪裡 先從四念柱開始修 對各種大乘三摩地 具有且脫的各種智慧的見解 乃至於諸道品中 都要歡喜的以法 讓自己得到法樂 這裡的諸道品你可以做個記號 就是下面講的三十七道品 請看 換燈片 最後我有著名note 為令聖教永住世間 所以要發願 註持佛法身三寶 讓他不要斷絕 然後呢 這樣眾生呢 才能夠在乏海裡的悠遊自在 所以叫變共遊戲 遊戲的意思是庇域的意思 就像這樣在swimming pool裡面 你游泳一樣 很自然 學什麼 三十七道品 五根 五立 對不對 之前還要修 四正情 四神族 五根 五立 七覺知 八聖道分 請你去查佛學大字典 與其種種的聖三摩地呢 你的洩脫智慧的見解 諸道品當中 你都會法喜充滿 在這裡我多說幾句 三十七道品 是從小乘佛法 進入大乘佛法 很重要的條樑 三十七道品 升文成跟菩薩成 兩種人都得修 講的最詳細的 請各位去看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有三十七道品 講的非常精彩 從小乘龍樹菩薩講 小乘的見解怎麼樣 到了大乘三十七道品怎麼修 請你去讀大制度論 好 接下來再看物四 諸安隱得無畏 善男子 我成就如是第四佛輪 由此輪固 知道諸友情 補特傑羅 種種的聖結 歸去意樂 那諸夜法壽 隨他所要得到的需求 而滿他的願望 最後呢 利益無量的眾生 得到無量的安樂 讓所有的眾生 身心都得到安穩住 沒有恐慮不安 沒有各種驚嚇 沒有各種恐怖 能得到無所謂 無所謂呢 就是觀音菩薩講的 師無畏尊者 就是你走到哪裡 你的身心靈都沒有恐懼不安 這前次講過了 我釋迦摩尼佛 制稱我 處大仙尊位 轉於無上的佛輪 能夠摧拂天魔外道 外道邪論 在大眾中做獅子火 廣說一切妙法 到這裡 第四輪 講的圓滿 請看下面 好 這是中國十法界圖 各位可以看得到十法界 大家都知道 十法界都從哪裡 從心 最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佛 菩薩 跟元爵 還有羅漢 這四個是四種聖人 叫四聖 下面呢 就是六道眾生 大家知道 六道眾生裡面分三惡道 還有三善道 可是十法界從哪裡來呢 從你的心顯現的 這並不滿難懂 只是到這裡的時候 我提醒你 就是說修行啊 真的還是要從心理上去好好的 調伏自己 有時候佛教徒不要太在乎 外面人的看法 因為聖人的看法 跟凡夫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聖人的眼光是看過去 現在與未來 我們凡夫的看法 只看今天 或是這一身 所以 不是說你不要接受別人的建議 而是說 對於佛法所講的道理 你要有信心 所以 你要從心地法門去下手 接下來你看 十法界不離現前的一念心 剛才講 佛跟菩薩 雲絕跟身文 四種聖人 接下來 三個 山善道 天人 阿修羅做根人 還有 地獄 惡鬼與畜生 三個道 這個並不難懂 接下來看 地獄從哪來 從你的夜顯現 你看 鐵枝地獄 對不對 在地獄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眾生受苦 再看下面 鐵枝地獄 所有的眾生死的時候 被一個好像黑白無常的鬼 就倒很多鐵枝 為什麼 因為你過去都是用燙的一體 去傷害眾生 舉方說 炸鴨 炸雞 或是炸眾生 活活的 就丟到鍋子裡 炸螃蟹 將來你就是 到地獄被人家炸 這就是因果報應 是不是 為什麼大家笑得這麼開心 怎麼樣 你有這個經驗嗎 這是真的 是不是我沒有開玩笑 對 接下來再看 什麼叫刀山地獄 尖酸刻薄 在後面捅別人一刀 你種這個因 將來就是到刀山地獄 還有 婆媳之間講話呢 沒有口德 就像劍一樣 一刀 我的心臟都受不了了 對不對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永遠記得那一句 很毒的話 將來你就到刀山地獄 所以你多讀一介地獄經 真是會嚇死人 嚇得雞皮疙疤掉滿地 對不對 接下來再看 火車地獄 對不對 故意啊 尤其現在如果看國外的電影 要害一個人 要搶他 故意變一個car accident 就是murder 這樣的話將來就到火車地獄去 所以這些都是眾生造惡業的 所以佛教不是說拿這裡來嚇你 而是事實的真相就是這樣 當然你會有一個問題問我 師父我就沒有看到啊 那怎麼可能有呢 我反問你一個人 在座 有去過美國的請舉手 請舉手 手放下 沒有去過美國的請舉手 好 舉好 不要放下 現在舉 現在舉的人裡面 你相信有美國的手請放下 你相信有美國這個國家的 為什麼大家手都放下了呢 可是你沒有去過啊 你怎麼相信呢 師父要問你就是幫助你思考 思索存貴 你沒有去過美國 你怎麼知道有美國呢 你怎麼知道 第一個從傳播媒體知道 對不對 現在科技很發達 第二個有朋友去美國 洛杉磯 San Francisco 帶回來最好吃的酒送你 所以你很開心 那邊的酒真不錯 那邊的櫻桃真好 有人去過回來告訴你嘛 所以你知道它存在嘛 對不對 所以不是像現在人講說 我看不到的我都不相信 你太愚痴的 人類眼睛可見光波是有限的 比方說我現在跟你講經的時候 這裡面有很多的波 波長知道嗎 像聲音啊 有很多的聲波 你看不到啊 但它存在嗎 在啊 對不對 我講話的時候 最後一個靈友 為什麼都聽得很清楚呢 對不對 你看反應這麼快啊 所以並不是說 看不到就不相信啊 你要看到才相信 看到你就後悔來不及啦 了解嗎 地獄的真相就是這樣 所以你造了惡業 就會嚇到地獄惡鬼出生 那中國也有講句話 平日不做虧心事 就是啊 半夜敲門心不驚 我平常沒有害人的 半夜敲門的時候 你不會怕啊 你為什麼半夜敲門 人家會怕 來人家草賭債的啊 或是你欠人家的錢啊 或是你沒有還人家高利貸嘛 你一定做了有虧欠性的事 所以你會恐懼不安 所以你要問你 恐懼不安從哪裡來 你要透過禪修去看到自己的念頭 可是六道的真理呢 是過去現在諸佛都講的真理啊 並不是 注意聽 老菩薩注意聽喔 並不是釋迦摩尼佛 阿彌陀佛 創造一個地獄來管你 不是 這樣的想法 也不是正知正見 地獄是你自己的業所顯現的 再舉一個例子 注意聽 再給浪 真心聽喔 給浪裡面你知道 有很多警察會到處去巡邏 對不起喔 我用中國的辣妹做比喻 她來這邊做特殊行業 她看到警察就跑 為什麼 因為她心裡有 有什麼 害怕恐懼 可能簽證是Illegal的 不合法的 可是她做的行為 是違反國家法律的 那我問你 警察在這樣追辣妹的時候 你也經過啊 你也經過鬼廊 你要去吃流 你看到警察會不會怕 不會 你一樣看到警察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做壞事啊 同樣的 地獄也是這樣 若不是你造的惡業 刀山劍樹油鍋 是不會在你眼前現出來的 你有造那個業 它才會在你的眼睛前現前 所以有人跟我說 師父我常常看到鬼 那有幾個解釋 第一個 你心中有鬼 第二 你跟鬼的幽冥界眾生有惡緣 你才會看得到 不然沒事你怎麼會看到鬼呢 就像我剛才舉例 在街浪裡面 大家看到警察 為什麼有些人怕 有些人不怕 你的心跟行為不一樣嗎 所以 以此類推 六道輪回從哪裡來 從你的心的惡業 善念 跟惡念 而顯現的 並不是觀世音菩薩 或地藏菩薩 或釋迦摩尼佛 變出來 來嚇你的 沒人嚇你 注意聽 佛在很多老菩薩都會覺得 地獄好恐怖喔 地藏菩薩怎麼這麼殘忍啊 地藏菩薩很慈悲的 接下來 我還是繼續講好了 我把第五輪講完 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知道今天 大家要感謝 待會大家要趕著回去 所以沒關係 我 飛機開快一點 不然下次會講不完 請看秉武 第五輪 三十三頁 分二 丁一 遠離貪愛 亡輪成就 這些經文都不難 看 物一 貪求無盡彩色 善男子 如岔地利 灌頂大王 只知道自己的國土 跟其他的國土 有無量無邊的友情 行眾生補得切裸 因為貪嗔吃的煩惱 輪迴受苦 所以從古至今 都有妓女這個行業 你去讀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 人對自己的財跟色 都貪然無厭 自己一個老婆 看別人的老婆 人家的老婆總是比我美 對她財色 也貪求追愛 這佛聖講得很真實 人若不修行 控制自己的品德 那這些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人不為財死 鳥為死亡 對 所以財色至古 就是一個很難突破的兩大類煩惱 那國王呢 就會在國內 要堅守城郭跟村落 而且要請士兵巡邏 巡邏 國義王公 乃至於對很多人說 假如你不小心也犯財色的話 將來就會變成射羅鸚鵡的果報 也就是說你偷別人 或是違反了一夫一妻制的話 將來呢 諧陰的果報將來會變鸚鵡 這叫射羅鸚鵡 所以國王對於國家都會防守重拒 讓眾生沒有損失 讓每一個人擁有自己的家人 都不會受到別人的侵害 當然現在社會物質文明進步非常多 報章雜誌或是電腦或是各種呢 傳播媒體呢 渲染的也很多 其實現代人對於 才跟色的煩惱 是比以前人強 但是你不可能叫三千大千世界都沒有 可以告訴各位 真話 請深呼吸 經濟雖然不景氣 你知道全美國最生意最好的是什麼嗎 成人的色情行業 真的 你說大家都不景氣 可是呢 為了色情的雜誌 色情的DVD電影 大家都願意買 有人買 所以有人賣 為什麼 因為眾生的慾望很難調伏 可是做一個國王 他知道人有慾望 所以他必須要告訴眾生要知足 而且要節制 甚至呢我上次說教話過 商業精神有一次要發展網站 我請個老菩薩做功德 老菩薩 你很發心啊 對不對 你啊 護持佛法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學佛 家人非常的好啊 也很有福報 對不對 我說請你呢 他蓋廟也很發心 護持醫療基金也很發心 教育基金也發心 我就問他 請你呢可不可以發心護持商業精神的網站 他頂我一句話 師父 網站哪有功德 都是色情電影耶 我聽了以後笑笑 我沒有講話 我也沒有叫他發心 因為他講的是事實 不過one side story 網路是很複雜沒有錯 所以小孩子不要亂上網 現在也有成人的色情網站 防火槍 但你知道 網路也是無遠的佛界 就像華藏世界 現在全世界 你坐在新加坡 一上網 全世界佛教的圖書館的資料 你都可以收集得到啊 所以他只看到的缺點 我沒有否定 商業精神的網路 也利益全球很多眾生 幫我現在跟你講經 其他的國家的連友 都在上網聽 入菩薩行論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生活方式不一樣的 當然我同意 我不一定認為 剛出家的僧眾 就要學網路 那還是按教育的角度來講 還是不要接觸電腦比較好 所以答案是什麼 注意聽 看這裡 色跟財就像刀子 刀子可以殺人 不良少年殺人 刀子在醫院裡 Emergency Department 要救人 也要刀子 要切下去 才能救他的命 所以刀子本身沒有好跟壞 重點是誰用這個刀子 你要教的是他的心 控制他的心 好 現在把刀子轉過來 我用火把它融化了 就變成什麼 鐵 鐵做出來 我可以做引杏 我也可以做戒指 我也可以做項鍊 我也可以做一尊小尊的觀世音菩薩 也可以做一尊小尊的地藏菩薩 所以佛法講到最後 山河大地一切萬物 是空性的 是真理 那問題是 假如這個刀子 你沒有去教他用 那當然壞的刀子 在路上 都會殺到人啊 請問各位 你們家裡不是都有刀嗎 廚房裡有菜刀啊 你可能把全世界的菜刀都沒收嗎 不可能的 所以重點是什麼 注意聽 我們生活在現代的社會裡 師父是老師 我不建議談這個問題 傳統佛教徒都不太喜歡談 不好意思 怕什麼 輪迴就是要從這裡去超越貪嗔指 所以你要教你的孩子 用網路 但是不要亂亂去做不好的功能 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抹殺 而沒有刀子 你要教他心怎麼樣用這個刀子 也就是說 佛教徒你要教他的是要有正知正見禪定 遇到彩色的境界的時候 他怎麼控制自己的心 這才是佛法要教的 佛法並沒有要滅掉全世界的網路系統 那是不可能的 了解嗎 各位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跟孩子說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 你應該教他什麼樣是應該去選擇的 沒有錯 網路是非常的複雜 但是網路的功德 才是近虛空遍法界 用現代的講 無遠佛界的華藏世界啊 有多少人也因為網路 而了解佛法而學習 尤其在中國大陸 現在開放的話 它可以呢 中國大陸很多人學習佛法 都是因為網路的 所以你不能看到網路就只有它的缺點 而沒有它的功德 好 再看下面 物二 國土恒增安樂 善男子 岔地立種灌頂大王 成就如是第五王輪 由此輪固令國土增長安樂 為什麼 因為它叫眾生 才跟色要知足要節制 你得控制 人投胎到這個世間 它一定有這樣的煩惱 但是你把它運用在正確的地方 你就可以幫助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增長安樂 能服一切的怨敵惡友 善守護身 令真壽命 好 接下來再看丁二 知诸性智佛倫成就分四 對不起 三十三頁第二十行 分二請你打叉 這個打字錯誤應該是分四 對不起 因為它的科判是寫四段 當時教貴的時候沒有教導 對不起 這裡有個錯誤請更正 請看 物一 對於自他染濁呢 無有疲厭的眾生 更應該去教導他 關懷他 善男子如是如來 成就善巧之 善巧之諸性智 知道惡魔 你看 印度有九十五種外道邪見 還有無量的外道魔眾 那接下來呢 他們都迷惑什麼 第一個 迷惑眾生 所以假如你怎麼去判斷 這是外道 當然除了他的教義 還有他的修行之外 假如他騙你到最後 要騙你的財跟色 這兩個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有問題 這個經文就有講 請看 所獲友情對自己的財色呢 是當然無厭的 對別人的財物呢 財色呢 也是貪求追愛的 對於我自身 以及我的圖眾呢 他會因為財跟色 而產生 jealousy 嫉妒 所以長生 憎恨跟嫉妒的心 憎恨跟嫉妒 就會破壞 所有一個和和的團體 再看下面 翻過來 三十四頁 再給我幾分鐘 快要講完 我還會補充一些照片 請看 誤二 因為嫉妒而其悔報 所以我常常說 jealousy can destroy everything 嫉妒真的是很大的煩惱 你看 假如你一個媽媽 照兩股小孩 兩個孩子都是男生 可是兩個都吃醋的話 那你最後都很頭痛 只要兩個女生 兩個女生呢 一哭二鬧三上吊 那你更容易往生 對不對 所以 既然你都覺得 嫉妒帶給你很多的煩惱 那同樣的 在一個團體裡面 也不要分黨派 不要去比 我常常講 不要人比人 氣死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你看 你們都會念 可是要反過來 自己跟自己比 我們的眼睛很容易看外面 你看 你可以看遍三千大千的世界 但是眼睛看不到什麼 自己的眉毛 你要有鏡子 才會看到自己的眉毛 所以 你要調伏心中的嫉妒心 因為嫉妒心會毀掉所有的一切的 請看 為害我故 就假如放好的食物 裡面呢 就加上毒藥 甚至放在火坑裡 然後呢 假裝鋪了床鋪 甚至呢 用山跟石 或放狂象 釋迦牟尼佛 就面臨提伯達多這樣 用狂象害他 用山上的石頭滾下來 大家都知道這故事 第四天 後來把石頭給打碎 但是佛還是流血了 拔劍追逐 散憤成慧 而且磅行淫欲 毀事種種不難 接下來 有些人甚至假裝非人 來騙你 他說假如你不聽我的 我就會控制你 或假間又用幻化 各種咒術來迷惑你 包含現代的將頭 以示諸惡而相互讓你毀報 所以相互懷疑 甚至懷疑到呢 連夫妻之間都懷疑 有一種宗教叫你進了門了以後呢 連你老婆都不可以講的 那你想那會是正法嗎 回去喔 你到處修 老婆不可以講 老公每天在看你 你在修什麼 不可以講的 天機不可洩漏 洩漏了就沒有效了 有這樣的叫正法的嗎 你看 釋迦牟尼佛在經論裡 都講得很清楚 接下來 對於真正的佛法身 他卻用各種的無量的紅種毀謗 罵力 毀辱 就是希望你對真正的正法 不要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你出六道輪迴 所以對於我進駐的這些聲文弟子 作為一個師徒 要注意師徒互動之間 要謹慎嫉妒的因緣 對於同樣的同門師兄弟之間 也要避免嫉妒的因緣 所以我突然想到 憨山大師講的 紅塵白浪兩茫茫 忍辱柔和是妙方 要修忍辱 心要調柔一點 人家嫉妒我 沒有關係 笑一笑 表示我很有價值 所以人家才要嫉妒我 不要跟大家介意 他嫉妒你 你也嫉妒你 那就兩個都將來一起去地獄吧 起諸毀謗 因為嫉妒生起的時候 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好 接下來再看 清悟三 立清淨的謝托門 所以佛就必須要守戒 還有至輕規 中國祖師也至輕規 如來善之以善守六根 依四範柱而具足四種變才 先為聲文人宣說法要 安立清淨的三血托門 這裡三血托門有很多解釋 簡單的講 深口意三種解脫門 深口意 當然我以大制度論回講 空 無相 無怨 三種解脫門 這個也可以 這是大乘的解釋 比較深 不過簡單的說是 深口意三種解脫門 我釋迦摩尼佛以如是的頓號 世間頓號出世間 世出世間的所有一切現象 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如實了之 一切的眾生 種種的無量的種性 根性差別 我也很清楚 我都永遠有各種的耐性 來隨他所需要的 來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接下來最後一段講完了 誤死 住安穩得無味 這並不難 善男子 我成就是第五種佛輪 由此輪固 以世間跟初世間 通達一切現象的根本智慧 直到一切友情跟普陀傑羅 種種的無量各種 心性根基的差別 隨他所需要的 永遠不疲不厭的 不放棄的引導他 用三寶引導他 用正法引導他 用文師修界定會引導他 慢慢他就會得到很多的利益安樂 身心安穩 也不會受外道邪見去誘惑 慢慢他心裡就沒有恐怖 所以就得到無所謂的功德 所以佛教徒你不要去怕外道 你心要正派一點 你心有諸佛菩薩 有三歸一的戒體 有大乘佛法的功德力 你不要去害怕 接下來經文說 至稱我處大先尊位 轉於佛輪 吹諸天魔外道邪論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無量的大眾中 永遠做講經說法 獅子吼 喘一口氣 終於 Part 2 我經文講到這裡圓滿 下一次從 Part 2 就是三十四頁第十五行 秉六開始 所以希望大家從三十四頁 一直先遇習 請各位先從三十四頁 遇習到四十三頁 好不好 講義各位都有 希望你要遇習 因為這是玄裝大師範的唐朝古漢人 有些字句真的是比較深 我盡量會做白話的翻譯 還有做相關補充 不要急 我還沒講完 請看 手中捧著摩尼珠寶的地藏菩薩 地藏 地藏 他心中會捧著摩尼珠 摩尼珠呢 這是弘義大師親自化的地藏菩薩 右手拿著西藏一震大地裂開 左手他拿一個摩尼珠一放光 所有六道的眾生都有慈悲的光芒 他就到地獄蒙火去救眾生了 這張是弘義大師親筆化的地藏菩薩 所以地藏菩薩的功德力是很大 你要有那種悲心跟願力啊 才能夠正開地獄之門 那這個摩尼珠一般來說是用白色的 代表白色的水晶球 也可以代表摩尼珠 為什麼呢 白色在色彩學上呢 它是原色 原來的原色 白的當中可以顯現無量無邊的顏色 假如你看白的摩尼珠 你旁邊放紅色的布 它一反射的時候 它就變成紅色的摩尼珠 所以白是最清淨原始 白可以生無量種顏色 那在眾生西藏佛教裡面 摩尼珠也很重要 代表能夠滿一切眾生的祈願 所以六壁四壁觀音有摩尼珠 同樣的地藏菩薩 在它的廣度眾生的這個法器裡面 其實它也是有摩尼珠的 代表滿眾生的願 接下來請看台灣大乘佛法花蓮地角法師的祥德寺 大概有三層樓這麼高 同流經的地藏王菩薩 非常非常的莊嚴 地藏王菩薩 So welcome to Taiwan everybody But you should pay the ticket by yourself Please 歡迎大家來台灣 但是你要自己付機票費 我們現在新加坡 包山包骰 包山包海 通通包 但是並不包刷卡 所以有機會呢 歡迎來 可以到東南亞各個國家 我也介紹了大陸 也介紹印度 也介紹韓國 日本 其實台灣也非常歡迎 等我回到台灣的時候呢 我就會跟學生說 Welcome to Singapore Before you save the money 對不對 歡迎來新加坡佛亞寺 我各個道場去參訪 所以大乘佛法 在東南亞裡面呢 影響力是很大的 所以這地藏菩薩非常莊嚴 銅流金的 有兩三層樓這麼高 非常的壯觀 好 接下來再看 木雕的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為什麼 獻身文像呢 光頭 代表 難言伏提 真正的清淨輪像 身寶 什麼叫身寶 是身不一定是寶 身要有戒定會的功德 才會稱為寶 我們做一個出家的佛弟子 就應該很認真 雖然我們還沒有證過 但是我們很認真地 學習佛法 很認真地 調伏自己的心去修持 很認真盡心盡力地為佛法 為眾生奉獻 你就看受人天的供養跟禮靜 所以地藏菩薩就獻南言伏提的清淨輪像 尤其各位 文殊 普賢 觀音 地藏 這四個大菩薩裡面 你只會看到 地藏菩薩是獻出家像的 這是他的願力 文殊 普賢 跟觀音 他都有流頭法 他是大菩薩 有肉計 有法計 他一定有寶蓋 他一定有頭法 可是地藏菩薩是光頭的 代表他獻南言伏提的清淨輪像 這個清淨輪像 就在講到地藏十輪經裡面有講 這是地藏菩薩的願力 所以或許有人會問我 師父 那我要出家怎麼辦 拜地藏菩薩 也可以拜觀世音菩薩 那時候我是觀音地藏 兩個都一起拉這樣 一起求 接下來再看 現在大乘佛法裡面 謝謝這張 是菩提格提供我的 木雕造型的地藏王菩薩 當他戴五方佛寶觀的時候 代表任何的 地藏菩薩 那個時候